你相信嗎,有人看過腳印之後,他就可以辦案,在河南有一個警察呢,他就是有這樣的通天本事,他看了這些腳印之後,整個刑案的現場,他就可以認出說,是誰犯的案件,這個足跡神探怎麼這麼厲害? 就他,王清舉,你別看他這樣子,老當異壯,其實他已經75歲了耶,不年輕了,這個民警厲害了,他在民警近40年剩下的大招,他協助公安辦了1200件的案子,抓了2000多個嫌疑人就靠他,什麼啊,他這麼強啊,就靠他,那他靠什麼,他靠的就你剛剛講的,就是犯罪嫌疑人在現場所留下的腳印,他憑著腳印的步伐, 外型,腳印而已喔,就可以大概心中知道,這個犯案的人,大概身高幾公分,外型長什麼樣子,走路的姿勢如何,甚至如果,他一有靈感,他連這個人的外貌大概長什麼樣子,他都可以有一點Fu喔,天啊,他這麼厲害啊,好,我們就來講,他曾經辦過一個案子,在2010年1月4號那天,畫面中你看到他就在辦案,他辦什麼案,原來當地氣溫很冷,所以種蔬菜一定要有, 棚子遮,但是不曉得突然把那邊冒出來一個毛賊,他竟然把這些蔬農辛辛苦苦種的蔬菜,的棚子全部割爛,拿找刀割爛,蓄意破壞,那這樣子蔬菜會怎麼樣,動死啊,你知道嗎,造成20多個蔬農,血本無歸,數百人,造成數百萬的損失,因為你知道,一個蔬農也要養很多人啊,那這麼大的案子,當地的警方立刻成立什麼,專案小組, 以重案的方式來調查,雖然沒有人傷亡,是蔬菜傷亡,蔬菜不是人,但蔬菜很重要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蔬菜就是這些農民的生命啊,好啦,對,殘緣的來源耶,你連結得很好,好啦,就是茶,那結果呢,就想到,欸,雞,找不到豬絲吧,你怎麼辦,就沒想到附近的田裡面,竟然有個什麼,有什麼,腳印,腳印,然後公安隊長就想到,叫王清卷來,叫王大哥來,王大哥來啊,哎唷,王大哥這麼厲害啊,他就開始,看看看看,並在現場做好現場圖,嗯, 就我剛才講了,剛好這些足跡的分布,把腳印的資料留存下來,對,然後後來呢,他們就,專案小組就研判,這個人啊,應該就是村裡的人,嗯,應該是村裡的人,那範圍縮小了,對,那現在已經有一些這些蛛絲馬跡的,專案小組決定自己辦,結果王清卷就說,不用啦,抓個毛賊而已,看我的,你去把,你去把,符合這腳印特徵的人,公安隊長說,這腳印特徵,你到底看出了什麼,我告訴你,這男的大概170公分,等一下,你說, 他做個腳印就可以知道那個身高了,對,他說這,這個,這麼厲害啊,應該大概170公分,哇,而且呢,大概年紀是30歲左右,而且走路有點外八,等一下,連30歲他都知道,他還講說,只有一隻腳有一點外八,嗯,好,OK,好,這樣的外型大概你講出來對不對,嗯,好,他還跟王大哥講說,我來辦就可以了,好,結果呢,隊長就去把所有村裡面,170公分上下,然後年紀也是30歲上下,全部叫來,哇,厲害喔,走路也有點外八,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伏筆喔,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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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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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 duh,結果這些人就來了,就在一個庭院裡頭,然後王青舉說,我就坐在這兒,然後你叫西人就像模特兒走秀一樣,在我命前走來走去我大概就可以知道嫌犯是什麼 等一下,你叫他們這些嫌疑犯在前面走過去,王清舉就知道是誰了,對,這麼厲害啊,好啦,結果呢,這些人,就在庭院裡面進去,走來走去,他說,這不是,那不是,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隊長看到這邊心都快涼了,說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我看你根本也看不出來吧,你看到最後那年紀人看完了嘛,夠 gate 結果…… 走着走着突然来了一个红衣男子 这个红衣男子一走来的时候 王清菊王大哥的眼神就整个眼睛亮了起来 而且呢非常仔细地看他走 看他走 走一走之后呢 他就走到这个红衣男子的旁边 站住 然后不讲话 真的他就没讲话 整个空气像凝结了一样 他在这个男子的旁边绕绕绕来绕去 最后他就开口了 他跟那个男子讲说 你再来回舵步两次我开一下 第二次舵步了 对 还留下了一些足迹 你看 好 舵步之后他就说 就他了 就队长就说 你这么有把握 你这么堵定 你一世一鸣毁了我不可以 拜托 你别毁了我一世一鸣 办案哪有这样办 再加上旁边的村民也不耐烦 开始嚷嚷着 你谁啊 你以为你冲天神在敌人节 还是福尔摩斯啊 结果那个 王清菊王大哥说 没关系啊 不然你叫那个红衣男子 脚踩 游墨再走一次 好 所以你就会刚刚看到 他不是有踩了那个 游墨的脚印吗 对对对 就这些脚印 王清菊立刻去做现场的丈量 就说我告诉你 这次脚踩游墨 我经过我的研判之后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更百分之百确定就他了 这么有把握啊 后面还有人要继续走啊 还有很多嫌犯 他跟公安队长说 不用啦 不要叫那回去 队长欣赏真的假的 好吗 就走到红衣男子面前 正准备啊 他跟他讲说没办法 因为足跡神探说是你 我只好拘捕你 那结果呢 但还没开口 那红衣男女的说 大家的你就是我 什么 就是我 红衣男子马上自己招了 而且红衣男女说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我真的被他吓到了 所以公安队长我一定要招 因为他太神了 我告诉你 王清菊凭了这种方法 凭了这种足跡判断法 曾经也抓过一个纵火犯 一看脚印他就说这个纵火犯是个女的 他简直就是那古代的敌人节 但王清菊办案为什么有这样的本事呢 他是从哪学来的这样的技术呢 唯物激政办案吗 不像哦 还是王清菊自己本身 真的是有这种超能力啊 是的立刚 其实王清菊他不是一开始 好像他是通灵一样 并不是这样子 大概大概四十几年前 1974年的时候 他当时36岁 其实他一开始 他都只是公安室里面的一个秘书 文员 做办公桌的 可是呢 文官耶 突然一个命令说 他要调去侦察科当刑警 什么啊 哇 他那时候就紧张了 36岁的去当刑警 从来没有到过基层部队去 当过这样刑警的工作 结果他一去运气也很不好 一到当地一报到没两天 在当地州口市的汽车站 就发生了一个大切案 当时他们的 会计市里面有四千两百块 人民币现金不见了 哇 这个当时算是个大数目 以到现在算 大概算上百万台币的数字 他去查 结果呢 查到最后 查了好几天 完全没有任何头绪 他跟他的队友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觉得说 他应该自己不适合 做这样侦察的工作 这时候他就陷入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痛苦的时候的话呢 刚好发现了 发现了隔壁姓杨 他们隔壁姓杨 发生了重划案 结果呢 信阳当地的公安呢 请来了一个叫做 苗春卿的一个神探 而这个神探 他知道这个人是什么 是什么背景 因为他其实是 马玉林的大徒弟 那马玉林就是他们 在这个就是刑警界里面 称为马神仙 其实呢 他们的学问来讲 是把人的脚印 分大分成七个部位 他是说人在走的时候 其实呢 你每这个七个部位里面 不管你先着地的力量呢 或是时间或长短 他会看着这个足印就可以 知道说你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体态 什么样的特征 什么样多高 多重 也就是说呢 人的脚印 大概就跟指纹一样 差不多 让我们感觉 你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脚印走在地上 一踩下去那叉那 所有的踪跡 所有你这个人的特征 都会在脚印里面呈现了 没有错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而这个王金举 他受了他的老师 马神仙的整个教导之后 他也很用功 他回去自己搞了一块 足迹试验田 他每天叫他的队员 叫他的同事呢 把他出考题 找不同的人在上面踩 踩过之后 他去分析去判断 有一次呢 他的整个队员呢 故意要出难题给他 他就找了一个 非常高个子的 篮球女运动员 然后穿上男鞋 就走过去 他那整个判断完 他就说 这个应该是一个 70岁的一个老先生 那就错了嘛 错了 就让他说 他是一个女运动员 他当中就知道说 原来他女生穿男鞋 或男生穿女鞋 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也让他慢慢的 他整个就是 在他整个生涯当中 变成他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后来有一个 这个命案就是呢 其实两个胸脚是 两个胸脚是男生 其中一个弟弟呢 他是穿女鞋 结果呢 把就是人杀完之后 跑掉还固步一阵 把女鞋丢在现场 那当时说 警方都认为 说胸脚是一男一女 结果他一大小一看 他就说 这两个胸脚都是男生 其中 这个女鞋是男生穿的 因为你鞋子可以换 可是人的脚印 人的足迹特征是不能换的 什么 我穿着鞋子 我踩在地上 居然他还可以看得出 我虽然是男的穿个女鞋 他还认得出来 没有错 所以后来警方果然了半年之后 抓到这位胸脚 这位胸脚他们也承认说 当时为了顾步一阵 所以这位黄姓兄弟的弟弟呢 他是穿着女鞋去办案的 后来王清局他也想说 他觉得这样子的技术 其实很难复制 因为有这样的天分的人 真的太少 所以他也做了一个 划时代的一个试验 就是他跟他的同事 把他们收集过来的 成千上万的脚印的样本 把他做一个量化的分析 做的那样庞大资料库 然后把他进入到电脑系统里面 做了一个电脑的 一个足迹的自动检测系统 让电脑去判断 这个足迹 他的压力 他的力量 他上面的时间 去描绘出 踩在这个上面 留下这个足迹的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特征 身高体重 大概的年龄 他大概的走路的姿态 他是外八字 内八字 还是O型腿 全部让他变成电脑化系统 这也是足迹沉探王庆菊 他留下在形式科学上面 最大的贡献 看看这王庆菊 他基本上 他有他的特质 他有他的天分 但最重要的 所有的蜂友们 不能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努力 你要努力 才能够达到成功 但说到努力的话 所有的蜂友们 赶快上我们的FB 我们下一节要告诉你的 可是在1960年代 美国跟苏联两大强权 在做太空竞争的时候 苏联的一个太空人 第一位太空人 嘉嘉林 他上了外太空 绕了地球好几圈之后 他发现了外太空的一些事情 但这些事情不能说 因为不能说 七年之后 嘉嘉林被谋杀了 所以呢 嘉嘉林 其实他当时 留给后人的是什么 留给后人的 还不只是他知道的一些事情 还包含了他那艘太空船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